今天又聽到那個爛口王大話精在發誣風 有網民就說他們坐在後樓樓梯做直播 哲墮成這樣都少有 他這次很囂張 兩個簡直是瘋癲二人組 一唱一禍 首先就說他之前那間舖位 你們有什麼資格查冊 你呀何痴痴有沒有痴了線 你有沒有買過樓在香港 怎樣查冊不到 在中環金鐘郎旁邊那一座上去就查冊到 十元雞的查冊 簡單的資料上去填土廳 你有沒有賣過物業 還要說 第二點 我逐點來回擊他 就說你們那幫黑粉 在這裡逼害他 香港的政府不作為 那你現在是不是在罵香港特首 不作為 那什麼意思 如果不是你那些所作所為 已經是 衰到 皆知行民的了 他還要說 你那幫人 蓋他們的底 查冊他們的東西 要告你們坐牢 告什麼呀 你那個何老千 首先你要去建人的底 建你那些子女的底 你猜他們是你的私人財產來的嗎 他們是獨立個體來的 還要有一個是 警務人員 你都把他那些東西全部爆出來 首先要拘就拘捕你這個何老千 你不去 起人來底嗎 還有你的小女 人家什麼名字 在哪裡做事 全部一早就已經 對著傳媒大眾說了出來 你呀 說到這一點 你根本上是 沒有權利去說 你不要說 一說就有多話說你的了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 他就說 他是何氏家族的 你不要小看他 你什麼何氏家族 他說澳門何氏家族 他的家族的勢力很大 他一定會是 搞定那個澳門YouTuber 你什麼何氏家族 你不要在那裡認親認識 誰是何氏家族 你想說誰是何氏家族 你想說賭王家族 不要在那裡發誣風 認親亦戚 你再說多一點 你看人家會怎麼對付你 如果你有這麼大的靠山 你有這麼大的家族去support你 就不用拖著行李箱在那裡流浪 大大張相片看到你 背影染沒在黑暗之中 晚上三間半夜 留下街頭 酒店都拒絕租給你 你說你好打也有限 人家現在全部酒店都不租給你 還要走去商場那裡來 貼人家的WiFi 享受人家的冷氣 被人趕完一次又一次 還要拿著那個手提電腦進去 女洗手間那裡 人家都未去告你 惡人先告狀 還有啊 還有一點啊 逐樣去說他 他呢就說 他有那些宿伯兄弟 看不過眼 他說他一聲令下 就是一個電話而已 他就可以去英國 又是搞定 第二個Youtuber 你不要說到那麼遠 去英國搞人啦 你首先你有那麼多兄弟 宿伯來幫你 去support你 現在叫他們出手 給一間屋住啦 用什麼要留下街頭呢 何老千 看到你折墮的樣子 本事就不用緊啦 個個都不需要是這樣 我相信人家 無論是住屋邨好 住私家樓好 都沒有一個像你那麼折墮的 何老千 裙上一個 神經不正常的女人 她呀 不要在這裡放肆 今天又在這裡不知道讀什麼 又說最高領導人 說過個說話 你不要說錯 你不要在這裡裝瘋賣傻 告訴你 不要去說那麼多這些東西 說都是領導人 又說香港政府不作為 你說香港政府不作為 你現在真是詆毀香港政府官員 天天就不拉家 這間房子收緊他 房屋處 如果房屋處收他的房子 相信有很多人要開香檳來慶祝的了 快點收回房子 他都不會在那個房子裡住的了 這麼厲害 何時家族 你這麼厲害 為什麼銀行不騷你呀 不理你呀 四百五十萬 從頭到尾都不是你 如果那些錢是何老千的 用什麼要打官司呢 你問一問所有有錢存入 銀行做定期的人 用不需要去拿錢的時候 拿不回來要打官司的 千古奇聞呀 真是 所以不是他的 他才在發難而已 銀行有很多錢 正如他那個傻老婆說的 多少千萬多少億都有 那又說那些錢是你的 有本事就要打官司 說了這麼久了 大半年都來了 那打成怎樣 那個官司 經常在這裡說 四百五十萬 四百五十萬如果是他們的 用什麼這麼勞氣呢 自自然而 一早就代了入袋 是你的 早就已經拿了 經常在這裡說 經常說去打官司 打仗 什麼時候打 什麼時候排期 在哪個法庭打 什麼時候通知你 多少號開庭 有沒有做這些實際功夫 天天在這裡 用這樣的嘴巴來講 那麼多這些東西 你騙鬼呀 現在整整一下 就是沒有人去怕你 就是講你 那又怎樣 你拘捕得這麼多呀 你拘捕呀 告呀 告全世界呀 全世界的人 說你呀 自己在這裡自我陶醉 大家看到那些留言板 我沒有進去那個 視頻那個看 我一分錢 我都不會贊助他 很多人就進去贊助他 他一有收益 他還餓死呀 這個人 所以 大家就真的 如果不給錢 這個 封癲 商人組 去進貢 那些錢給他 大家就不要去 看他留言 有兩個 三個 四個 我差不多的 Youtuber 進去 將他那些東西 轉出來 我們就可以拿來用的了 有一個留言 就說 是不是你們其他人去 撿口水尾 不用撿口水尾 這樣留言 有什麼動機 不需要 我為什麼要在他的版面留言 為什麼要益他 經常說這麼多 你要做 你要行動 要不要走去那個商場 地下 那裡 坐著 拿著那個手提 電腦 整個商場 這樣走 被人大聲 喝 那個臉皮 後來把床墊 傻婆 闖天下 她現在 經常說自己有幾個 你昨天不是說 買起這個商場 為什麼 有錢買得起這個商場 被人趕 如果你買得起這個商場 人家趕你 你馬上就去 找個 商業的地產經紀去買 去談 多貴都要買 你都是為了一口氣 我們現在知道她的戲碼 做直播 首先 就去 說她自己怎麼漂亮 然後 說她自己多厲害 說她 老爸又怎麼做慈善 然後 就 曬完恩愛 曬完恩愛 馬上又翻了桌 大聲來呼喝 罵 何老千 一集裡面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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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大架 所以 她的戲碼 我們現在已經是 全部掌握了她 想說什麼 何老千 是雙面人來的 被 何痴痴 罵到狗血淋頭 半句聲 都不敢說 對外面的人 就說 要放狗咬人 何老千 那嘴沒有那麼毒 還給你們自己 現在就看到你何老千 就折墮了 中叛親來 看著你 你的子女 看你怎麼折墮 有人折墮得這麼交關 就看你這樣折墮了 中叛親來 還不折墮 臨老不得埋美 還不折墮 臨老被人這樣 來罵 自己快點去拿膠紙 封箱膠紙來封嘴 你那些醜態 全世界都看到了 每一樣東西 就要回擊他 大話精爛口王 永遠你這些名字 你撕不甩的了 好了 講到這裏 今天就來這裏打球 這裏是一個哥爾夫球場來的 你懂得打 就可以落場打 你不懂打 亦都有練習場 給你學來打 在這裏玩半日 玩幾個小時 然後就可以 裏面有一間餐廳 就可以進去吃東西 我們就過來打球 打完球 我都會在這裏吃東西 在另一條影片 再同大家分享 現在就停好車 今天雖然說都很熱 但是呢 我現在都找到一個樹蔭的地方 來停車 不是等下出來就真的 這部車就曬到很熱 其實都可以有些防曬的擋板 可以在那個車頭的擋風玻璃那裏放著擋一下 或者是放一些毛巾在座椅那裏 但是都是很熱的了 好幸好 又被我見到在樹蔭下面有一個車位 因為剛好進來的時候 剛好進來的時候 都是見到它有車停的 可能這部車走了 我現在趕快開上去 這裏的樹蔭 就不是遮蓋得很大 都是不是很大棵的樹 但是都是OK的 你看這一拉的人都在這裏停了 其實來得進來打球 這裏多數都是四五個小時是閒閒的了 那所以如果你說 曬著這部車 真的 等一會兒出到來 你就要全部打開了那些車門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通一下氣 你才可以開的 如果不是真的好熱的了 繼續來說 這兩個瘋癲傷人組的事 一定要回擊它 你看它 語無倫次 昨天好像一個淒涼狗一樣 趕出來 經常就說人家 怎樣衰 怎樣報應 個個的生活都比它好 人家個個 逛街看電影吃飯 爛口王 你的生活水準又怎樣 你又好幾多 滿街這樣走 半夜生間都被人打門 打到啵啵啵啵 沒有那樣就說那樣 何老千 你不用說那麽多東西了 你的大家族在哪裏 有本事 就不用坐在後黎湖梯那裏直播 有本事 你是不是有很多兄弟幫你 為何現在的神忍了 兄弟 如果你的何氏家族這麽大 這麽厲害 是呀 怎麽都不會被你流下街頭 是吧 坐著那個商場的地下 都被人趕 還要趕幾次 拿著個手提電腦在那裏做直播 何老千還要學英文 學英文 抹大眼講大話 誰信你現在 全民公敵 當你是什麽 當你是小丑 天天茶餘飯後 就拿你來做點心 在那裏講玩笑 看下你怎麽折舵 何老千 我都未見過老人 老到這樣 會那麽衰革 那麽下場 還不衰革 現在 拖著一個 神經不正常的女人 周庶去 經常被這個神經婆呼呼喉喉 到處說 告人 告啊 你有本事告 首先告銀行先 告你的子女先 你有沒有本事告 看死你都沒有本事 告人 現在言微之急 就是拿回那450萬 那你開始了沒有 何時開庭 哪個法官主理的 這個案子 有沒有啊 就說 用什麽跟你說 我要跟法庭說 法庭 你有沒有錢打官司 就看死你都沒有 今天就好像 突然間 好像打了雞血一樣 又在那裏發瘋 說話語無倫次 一聽起來 真是不回擊他都不行 什麽叫全民公敵 懂不懂理解這個字 經常說 有幾多粉絲支持他 你看看那些留言 就知道怎樣支持他 起勢這樣罵他 你說在香港的黑粉 來對待你 不好啊 為什麽大陸都是這樣 連大陸那些人 都憎到你出骨 難口黃 不是啊 你什麽要敗走啊 什麽怕啊 你看你那天那個鏡頭的表情 怕到震 怕到說不出話 你不要太囂張啊 因為你得罪得太多人 太多牙齒印 沒有人夠膽這樣做的 你好像現在那個瘋狗那樣 見人就咬 見人就廢 你便說咯 說多些咯 得罪多些咯 慢慢來受啊 說那個老公啊 少林子功夫啊 跟著你那麽東奔西跑啊 熬得多久 還要說 那些粉絲啊 說他呀 老當益壯啊 那就是咯 看看他熬得多久 不要說他又倒下啊 這樣走 烈日當空 那麽高溫的天氣 不斷起勢走 好像個乞衣那樣 居無定所 走去人家的商場 去人家貼冷氣 被人趕 你好打也有限 何是家族啊 哎呀 真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風言風語的 又說上月球啊 你不用說那麽多話啊 現在還要囂張到 在那裏背書啊 你不要在那裏抹黑領導人啊 我告訴你 你說錯半句話 你不要誠下下 要那些人去槍斃啊 槍斃那些黑粉啊 槍斃你啊 爛口王 你在那裏污染著這個世界啊 他還要說他自己 那些人這樣對他呢 就是擾亂社會啊 你猜你是什麽啊 針對你就是擾亂社會啊 你哪條沖哪條算啊 爛口王 大話精 自暖狂 那些人怎樣去對他好啊 讚他漂亮啊 你用什麽要說這些東西呢 漂亮的人都不用整天這樣說啦 現在幾多明星幾漂亮啊 他們有沒有整天這樣說自己漂亮的 就是醜的人才需要這樣說的 見得多了 幾多外國的影星 幾多香港的明星 有哪個人天天在那裏說著自己漂亮的 你就是因爲你缺乏了漂亮 你永遠和漂亮都不連得上關係 你才天天在那裏渴求 他就是講 就好像 整天都在那裏說法財 因爲你窮 你沒有錢 爛口王 有誰這麼爛口啊 你不用在那裏扮正義啊 就是把你的醜事 壞事 全部都說出來 被大眾都知道 好多人 沒辦法聽得到 以前那些他爛口那些東西嘛 因爲你一播了出來 就等於自己這條片都黃標嘛 但是我要說給大家聽啊 他就是一個懶口王 大話精 還有啊 他說 爲何要說他是廣西啊 廣西在哪裏他都不知道啊 你沒有不記得啊 你失憶啊 一定在那裏 妖言惑眾啊 他說他當初結婚的時候 帶何老千去廣西那裏見他姐姐啊 你是夢遊啊 不記得啊 你上去東張那裏拿回一條片啦 去廣西就見你姐姐 你說從來都不知道廣西在哪裏 此地無銀三百兩啊 你啊 何痴痴 大話精爛口王 這些說話 永遠都黏住你的名字的了 黏住你的了 因爲你說的嘛 你說得這麼爛搭搭啊 你以爲 嚇怕了我們嘛 那些黑粉嘛 黑粉不怕的啊 全世界都有黑粉來罵你的啊 就是要講 唱通街 將你這些壞事 我沒見過有個人 這麼囂張的 囂張的啊 囂張到啊 前一天都好像死狗那樣被人趕 今天呢又在那裏 打了雞血那樣 何痴痴講大話 就不眨眼 但是呢 始終那些是大話 來呢 他就沒有一個記憶在那裏 因為那件事根本上就是不真實的 他曾經講過他自幼丧父 他講第一次呢 由十四歲丧父 十六歲丧父 又到十九歲丧父 究竟他是哪個年齡段裏面去喪父呢 還是他媽媽結了三次婚 帶了三個爸爸 其中兩個是繼父 他們分別在何痴痴的不同的年齡段裏面 過了生呢 那這件事是不是這樣的事實呢 因為他講了三次不同的年齡去喪父 他講完他不記得了 因為呢 大話精的人呢 他講話呢 就是不通過大腦的 還有呢 他都連接不到起上來的 正常來說 十四十六十九 那就是說三個不同的年齡 就死了三個爸爸 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他講話的一些漏洞呢 我都希望他解釋一下 不要順口開河 因為呢 我們講話呢 就是有正有據的 來回擊他的 而不是說順口開河的 你說那麼多我們就聽那麼多 那麼其實呢 剛剛呢 又看到他有一些視頻呢 真的有峰迴路轉 又說到他 他的人生目標是做小甜甜拱如心 起商場 起高樓 也都開醫院 又再說恩愛 誰知道呢 在那個影片的尾段呢 又在那裡來吵架了 又說要踢走賀魯千 又說要跟他離婚了 要跟他離婚來保住那間公屋了 你不是說那間是爛鬼公屋嗎 垃圾房 蟑螂房嗎 為什麼 你這麼恩愛用生命去珍惜這個男人的那段婚姻 現在要踢走他來保公屋呢 那麼 下一個視頻呢 我會繼續去講 下一個視頻呢 連殷曲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